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河在相传,明末闯往李自成功献金城后,从皇宫中搜到了一大批珠宝,而当他拜伟后,匆忙间把国库里面的金银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大臣李公,希望他把珠宝藏起来,以备日后东山代起之用,李国随即削发为死,带领一百多名徒弟,投奔吴南天门山寺,那批珠宝也被秘密藏了起来。 此后,清王朝的基业越来越稳固,李国寒恨而终。据说,他死前将珠宝秘密藏到了天门山多处,并且用毒酒把搬运的工人全部堵死了。 后人清闻此言,去天门山太囚宝藏者趋之若鹜,然而,这批宝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 2001年,离天门山不远的张家界观音山,一块俏颜发现了金钗、金箍等十四件金饰,这次,估给世人带来了一点希望,但此后却再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 而观音山的金饰是否就是闯王宝藏,至今也无人说得清。 石达开的第三个洞穴,石达开,无疑是太平天国的威情将领,但是,他的宝藏却竟然躋身中外军事史上五大藏宝之谜。 传闻,石达开曾留下来一幅藏宝图,上有一首诗提示藏宝之处,面水靠山,宝藏席检。 可这么多年来,没有一个人能解开这个谜团,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靠谱。 第一种是美人墓,藏宝主,石达开又为爱妃,武艺超群,多次营救石达开于危难之中。 爱妃死后,石达开选择了一处风水宝地,安葬了妃子。 可是,后人在此不断发掘,却从没见过宝藏的影子。 那么,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得人心。 抗战时期,曾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湘认为,石达开在深县大渡河的时候,匆忙把宝藏埋到了四川省石棉县子达地高升殿后山坡下。 正是在这里,石达开全军覆没。 为此,刘湘带了大批人马去那里发掘,凿进山壁后,他们赫然发现了三个洞穴。 传说其中两个被他们掘开之后,发现了灵星的兵器和金银,可就在第三个洞穴即将打开之际,蒋介石下令封杀了这种行为。 至此,石达开的宝藏也成了米,天地会的船屋。 在江西省福州市黎川,有一座船屋,他远看向船,有房屋一百零八间,交通闭塞,古老而宁静,有人考证。 说这座好宅的主人,为皇会楼,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的一员,由于天地会的人并不是拒绝满清的宝藏,而是自己积攒了一批活动经费,聚传藏在了船屋里。 这吸引了大批人前去探望,2006年,石植阴雨粮绵,皇室宗祠开始漏雨,工家们意外发现墙壁上有一幅双龙针顶的壁画,这明显表示了对清王朝的大不敬,船屋作为天地会的地盘似乎更确定了。 据称,船屋因为结构极其复杂,应当还有很多密室案,是未被发现,也许,宝藏正在那些密室中也未可知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